歼20和F22谁更厉害啊 昨天看了一个帖子 老外也是挺有意思的 把他俩从作战半径 机身布局 机动性 隐身性 攻击性和生存能力等等 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详细的比较 但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他提供的思路呢 我是挺认同的 他说 与其关注飞机本身 不如去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两架飞机所依赖的 主要的空对空武器 就能够知道他俩斗起来 谁会占上风了 那两者的主要空对空武器是什么呢 是长度超过了4米 射程估计能够达到300到400公里之间的 霹雳15导弹 和长度只有3.6米 射程只有110公里的AM120导弹 这两种射程差异明显的武器 就彻底将G20和F22给拉了开来 前者是干什么的 是在防区外远距离的 狙击高价值的空中目标 比如像阴眼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等等 其他的战斗机根本就入不了他的法眼 因为一旦那两个关键的东西被打掉 战斗机就等于是game over了 而后者F22是一架传统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其目标是为了击落跟他有着相似射程的战斗机 比如F15等等 为什么就不能打圆点呢 因为他装备的AM120中程空空导弹 比他着了十几年服役嘛 这样的分析有问题吗 理论上还真的是站得住脚啊 因为虽然阴眼的眼睛真的很雪亮 但是看隐形战斗机还是有点白内障 于是G20就可以在不被他发现的情况下呢 接近他 这几乎就消除了阴眼的全部优势啊 要知道他的生存全靠能够比敌人更早的发现敌人 才能给自己的队友F15和F22先发制人的优势嘛 好 这下先发不了了 在他还无法跟踪到G20的时候呢 一枚霹雳15已经以司马赫的速度上路了 他能躲得掉吗 很难说啊 激动就不要想了啊 这是一架1960年代设计的大型慢速螺旋桨飞机 剩下的虽然干扰弹可以尝试着用一下 但霹雳15还可以切换到红外嘛 照样能够打得准 Gameover好像是稳的呀 那好 F22退下换F35上来呢 是的啊 他可以用同样的战术先干掉咱们的预警机嘛 凭着自己很难被发现的极小的雷达反射界面 但是啊 他还是只有AM120可以用啊 还是要比G20要更加接近对方的防区才行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严重的风险了 G20鼻子上面的有缘相控阵雷达 他不是摆设啊 他呢 也许就能够发现他了 好吧 这么厉害 肯定有朋友表示不服啊 我理解并尊重啊 要知道这就是此上弹冰罢了 属于吃瓜群众的娱乐项目 谁说的都不见得是对的呀